东周罕踢爆活化大脑脱水果 警方触步11人 一名经常出入港岛富贵教会的美容师 过去4年不断声称磨碎太医生用药 只靠活化大脑就可以腰好自己抹期癌症 在博德教友相信后 立即死出招揽癌症患者 一次过收水数十万至百万等费用 提供包腰好疗情 早前东周罕深入调查发现 那个美容师的活化大脑疗情相当荒谬 所谓治癌比方 包括到美容中心照灯 全身绑磁石睡觉 饮能量水和吸氧气 以及与他谈素心事等 而最离谱的就是患者必须签署 自愿放弃整规治疗 以及用药的裸命合药 如有违反立即没收全数治疗费 多名怀疑受骗的硬症呼出 和不幸离世者的家属 就向东周罕亲属惨痛求医经历 老式有人收钱之后态度大便 结果病无医好兼转趣恶化 但是对方就以理告我吾刀作回应 他们除了希望讨回公道之外 更加不想有人再中招 所以组成联盟 向涉嫌乱医人的美容师阻出追究 经东周罕报导之后 今天警方联同卫生署 采取突击搜查行动 去到铜锣湾一间美容中心 和一间相关健康顾问中心 以涉嫌行骗的罪名 拘捕11名女子 年龄较30至68岁 并捡一批仪器、电脑、文件 及怀疑第一类危险药物 警方表示部分受害人已经离世 调查仍然继续 是他们转介一些个案 过来做检查 还是怎样 整个行骗手法是怎样 为何会令到人相信 去美容院都可以医到眼睛 我们检查仍然进行 我们初步调查所得 就是这些报案人 都是透过朋友 或者教会的会友 去认识这间美容中心 究竟他们和这间美容中心 和健康顾问中心 他们之间的关系 究竟他们之间牵涉的情况 是怎样表现 是否去了移民中心 然后再转介去美容中心 还是怎样 暂时根据警方 初步调查 就是这些报案人 首先去了美容中心 之后就转介去健康协命中心 做了一些美容研究